是 所以我今天带来的这个 毕竖坛的蜗牛补水的养护面膜 蜗牛精华 其实我知道好像在韩国特别流行 他们会有这种蜗牛黏液的护肤方式 现在已经红到欧美去了 哦 真的啊 对 那我们先把它贴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珍珠膜嘛 那珍珠膜一般来说 我都是把它先这样子 留下往上方式先贴一下 对 好 然后贴到脸上之后 把这个也贴下来 你看它这个纸张皮膀啊 对 那我刚才有讲到 因为蜗牛嘛 它其实是一个 它是有机蛋白质 是 然后它没有很好的年锅糖体 糖蛋白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立即的去让我们的胶原蛋白 达到很好的增生 还有 它里面真的很水 干油一拉痛的卷酸 这些都是保湿的成分 就让它因为它有维他命B5 就是这个泛酸 它主要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 养护我们的皮肤 就让我们肌肤有很好的一个维他命 在我们肌肤里面 而且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你其实摸上去这个面膜 贴在没有打开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 就厚厚的 然后其实你看它的这个面膜质 本身是很薄的 然后你倒出来 就会有很多剩余的精华液 你看 这时候不要浪费哦 这时候来我们把它抹 来我们的脖子上面 是 对 其实女人可以